年仅16岁21次获奖 斩获27个世界冠军被称跳水皇后 盘点中国八大著名女跳水运动员 各个实力与颜值并存 有人为国争光后低调退役 有人退居幕后成教练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八位运动员都是谁吧 第八位全红蝉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 14岁的全红蝉一亮相 就点燃了全场的热情 他那出色的表现 轻松夺得了金牌 仿佛他天生就是冠军 他的才华和坚韧精神 简直让全世界都为之倾倒 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跳水项目 全红蝉与18岁的陈玉希搭档出战 两位年轻的选手在各大国际比赛中 一路高歌猛进 世锦赛 世界杯等赛事 都留下了他们的光辉足迹 连一次的失败都不曾尝过 亚运会赛场上 他们如入无人之境 无与伦比 全红蝉仅16岁 对他来说 这枚亚运会金牌意义重大 他在过去两年里夺得无数金牌 全运会 世锦赛 世界杯等各大比赛的冠军头衔 只差一枚亚运会金牌 在最后的比赛中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默契配合 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以375.30的高分 毫无悬念地夺得了亚运会女子双人10米台项目的金牌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表现简直完美 再次展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记忆 堪称该项目的无敌之师 朋友们 请点赞支持全红蝉 让更多人看到视频替蝉宝发声 第七位 郭晶晶 从小学跳水开始 郭晶晶展现了出色的天赋 她在12岁时进入省级跳水队 13岁就被选拔进入国家队 正是踏上了她辉煌的跳水生涯 郭晶晶的奥运之路可谓坎坷 一开始她多次未能站在领奖台上 但她并没有气馁 反而更加努力 最终成为中国跳水队的领袖 郭晶晶参加了四届奥运会 她不仅实现了夺金梦想 还与吴敏霞组成了传奇的冠军搭档 被誉为跳水女皇 她赢得了27个世界冠军和四枚奥运金牌 她的跳水生涯充满辉煌 即使郭晶晶告别了跳水赛场 她的生活依然精彩 她嫁给了豪门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同时也投身公益事业 一直致力于为社会做出贡献 盘点中国八大著名女跳水运动员 谁才是你心中的跳水女皇 第六位 吴敏霞 吴敏霞的跳水旅程 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传奇 从六岁那年 她就被上海少体校的教练袁连英相众 开始了她的专业跳水生涯 吴敏霞的天赋和毅力 在上海队表现出色 于1998年 荣幸地被选入中国国家跳水队 成为中国跳水队的一员 在过去的18年里 她横扫了20枚世界大赛金牌 其中包括5枚奥运会金牌 这些惊人的成绩 不仅令吴敏霞成为个人辉煌的象征 也骄傲地写入中国体育史册 她的名字已经永远铭刻在中国体育的殿堂中 国际泳团也对她的成就赞不绝口 2017年 英国BBC体育评选她为传奇运动员 而今年吴敏霞又获得了世界永连名人堂的殊荣 然而吴敏霞的传奇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 退役后 她并没有离开体育 而是将焦点转向了家庭和公益事业 她用自己的行动演绎着体育精神 默默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的力量 最近杭州亚组委荣幸地邀请了吴敏霞 她正式成为杭州亚运会的推荐官 她的加入不仅为亚运会增色不少 也为中国跳水队树立了更耀眼的楷模 第五位周济鸿 周济鸿小时候曾经是体操小将 但她命中注定要在跳水领域闪耀 1977年 周济鸿闯入武汉业余体肖 决定改练跳水 那一年 她也开始了她不朽的跳水生涯 进入湖北省队 她一路拼搏努力训练 1981年 她的兼任付出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上终于得到了回报 她获得了冠军 这个冠军成为她光辉生涯的起点 1982年 她加入了中国国家队 成为国际赛场上的闪亮明星 然而真正的辉煌是在1983年的世界杯上到来的 她在女子跳台混合团体和女子团体三个项目中横扫金牌 1984年 代替受伤的队友 她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登上了女子十米跳台的最高领奖台 捧起了奥运会的金牌 1985年 她继续斩获两枚金牌 而在1986年 她选择退役 但并没有离开跳水 而是回归教练席 成为湖北跳水队的教练 1990年 她被任命为中国跳水队的领队和教练 至今她一直坚守岗位 在她的领导下 中国跳水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41枚奥运金牌 107枚市锦赛金牌 48枚亚运会金牌 她被誉为中国跳水队的教母 第四位 福明侠 提起福明侠 你可能想起那位昔日的跳水女神 如今已经是46岁的妈妈身材 曾经她是中国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然而福明侠在事业鼎盛之际 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抉择 她选择了嫁给了梁锦松 这个决定就像按下了她跳水生涯的暂停键 婚后福明侠不仅放弃了职业 还迅速迎来了三个可爱的小生命 这种生活转变让人不禁感慨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诡计 嫁给梁锦松后 她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她放弃了自己的奥运冠军头衔 转身为一个全职母亲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至今 人们仍然对福明侠的选择充满质疑 但不管她如何选择 只要她幸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知道中国八大著名女跳水运动员都有谁吗 各个屡创奇迹为国争光 第三位陈若林 跳水界的巅峰女王陈若林 以她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 斩获了22项世界冠军和五枚奥运金牌 她的传奇旅程始于令人心碎的三岁时刻 那时 她的父母毫不留情地将她遗弃 然而 幸运之神似乎眷顾着她 她的舅舅挺身而出 接管了她的抚养 当她成为跳水界的女王时 命运却又一次狠狠戏弄她 她的亲生父母 突然重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希望弥补过去的错误 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 让陈若林备受压力 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她紧张地准备着 而她的教练周继红 则默默地守在她的身边 陈若林向她倾诉内心的焦虑 而周继红却以温暖的语言鼓励她 让她相信自己已经充分准备好 陈若林闭上双眼 全身心地沉浸在比赛中 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 她完成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动作 毫不留情地入水 周继红激动地大声喊道 好极了 太出色了 陈若林听到教练的呼喊声 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她通过漫长的汗水和训练 最终展现出了自己的真正实力 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 第二位陈玉希 陈玉希 这位年仅17岁的上海姑娘 真是一个跳水界的闪亮新星 她出生于运动世家 从小陈玉希就沐浴在这个运动的氛围中 2018年 她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上大放异彩 一举夺得了女子单人十米跳台 和男女混合双人十米跳台两项冠军 2019年 她成功入选了中国国家跳水队 并在童年的世锦赛上 夺得了女子单人十米跳台的冠军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陈玉希与搭档张家琪一同出战 一举夺得了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 为中国再添一枚金牌 2023年 她在世界游泳锦标赛 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决赛中表现出色 以457.85分的高分夺得冠军 陈玉希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 一次次创造佳绩 不仅展现出了 她在跳水运动中的非凡实力 也彰显了她的毅力和坚持精神 第一位 何兹 何兹被誉为跳水女皇郭晶晶的接班人 在2006年10月 她终于踏入国家队 命运开始发生改变 2011年的世锦赛上 何兹携手吴敏霞 夺得女子三米版双人冠军 同年4月 她在国际泳联跳水系列赛决赛中 一举夺冠 而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她与吴敏霞搭档 轻松摘得金牌 这也是她首次参加奥运会 就夺得的金牌 2013年的全运会上 何兹再次在三米版决赛中战胜对手 摘得金牌 成为继郭晶晶和吴敏霞之后的 全满贯跳水选手 2016里约奥运会上 取得银牌 丈夫秦凯在颁奖典礼上当众求婚 如今 33岁的她 比以前更加美丽 神采意义令人惊艳 何兹才真正成为了跳水女神 她的坚韧与才华 以及幸福的家庭生活 让她成为了一个 令人敬佩的女性典范 全红禅如果敢离开中国跳水队 那她就会一事无成 这是一些懂得跳水的人 在网上建议郭晶晶将全红禅 带到香港跳水队的冲击 全红禅作为一名杰出的跳水选手 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巴黎奥运会选拔赛第一战中 被压分事件后 众多网友支持全红禅禅离开中国跳水队 希望郭晶晶能够把全红禅 带入香港跳水队 照样可以为国争光 因为不管全红禅在国内跳得有多完美 都不会得到某些人的认可 而且全红禅身单力薄 还要应对来自内外的各种压力和评价 受到不公对待 备受冷落 毕竟全红禅在这段时间内 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和困境 而且弄得一身伤病 满身都是积贴 但也有网友说着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是中国跳水队的平台 打造了全红禅的成功 而不是全红禅成就了国家跳水队 在全红禅没加入之前 世界冠军早就存在 而且就算全红禅不在 照样还是会继续垄断国内外赛事的金牌 有了全红禅的加入 只不过是如虎添翼 而且还劝戒全红禅 永远不要忘记平台的重要性 大家认同这位网友的看法吗 为什么全红禅会遭遇这么大的争议呢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解释的清清楚楚 在杭州亚运会上 全红禅最后一跳逆袭陈玉希勇夺冠军 尽管这次比赛全红禅胜胜过陈玉希 但是今年是陈玉希职业生涯最旺的一年 在亚运会之前 陈玉希连续六次力压全红禅夺冠军 这次杭州亚运会 全红禅只是扳回一次 她他们的水花消失数惊艳重人 冠亚军在二人之间轮转 但差距其实只在毫厘之间 所以全红禅比较重视今年的比赛 尤其是在锦标赛季巴黎奥运会 多哈世锦赛选拔赛 女双十米跳台决赛中 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 没想到最后越来越关键的比赛 她却接连失利 再度丢掉了信心和气势 整个节奏也是乱套了 原来在比赛开始后 全红禅和陈玉希都发挥得很稳定 都以最完美的表现领先其他选手 第三轮结束后 比赛来到最关键的第四轮时 全红禅凭借出众的表现 征服了现场所有观众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水花 却被某位裁判评为八分 简直不可思议 全红禅在杭州亚运会上这个动作 国际裁判可是给出了七个十分 陈玉希则是得到了9.05分 引发了观众们的不满 无风不起浪 在最近中国跳水队的全家福视频中 全红禅备受冷落 视频中周济红稳战C位 右手搂住陈玉希的肩膀 左手也没顾及全红禅 周济红和陈玉希哈哈大笑 都要笑到下去了 都舍不得伸手搭一下全妹 从这里看出二人的关系不一般 周济红扭头瞅向全红禅 使禅宝也只能尴尬微笑回应着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非常的生气 不禁感叹这也太明显了吧 连藏都不藏了吗 许多网友感叹道还是郭晶晶好呀 从全红禅第一次出现 就输到国际裁判长的厚爱与支持 经常到比赛现场去为禅宝加油打气 得知全红禅受伤的时候 还建议带禅宝跟自己回香港智商 可是受到周济红的拒绝 很多网友还支持禅宝随郭晶晶到香港发展 大家觉得全红禅去香港发展合适吗 欢迎评论区讨论交流 在霍英东纪念馆的盛大开幕式上 郭晶晶和邓亚赢等体育名流汇聚一堂 展现了家族传承和文化庆典的盛况 然而 这次活动中的一组合影 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因为这张合影中 小个子的邓亚赢却展现出了强大的气场 把郭晶晶都比下去了 而郭晶晶在活动中 对年轻成功者全红禅的评价也引起了争议 让人不禁思考 体育明星们的形象与评价在社会中的作用 小个子邓亚赢的强大气场 合影中 小个子的邓亚赢却展现出了强大的气场 让人对她的形象留下深刻印象 这也再次证明了气场并非与身高挂钩 个子挨小的人同样可以通过自信 坚定的态度展现出强大的气场 邓亚赢的形象让人想起了许多成功人士 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魅力 成功地打破了社会对于身高的刻板印象 身材或许是外在的一种标签 但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内在品质 邓亚赢的强大气场 不仅是她自身自信的体现 也是对社会观念的一种挑战 在当今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不应该因为外貌或身材 而受到歧视 邓亚赢的形象 正是这一观念的有力证明 郭晶晶与邓亚赢的合影引发思考 在这次活动中 郭晶晶和邓亚赢的合影成为话题焦点 郭晶晶作为中国体操的传奇人物 一直以来都以其高大的身材和出色的运动技能为人熟知 然而 在这张合影中 她却被邓亚赢的气场所压倒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郭晶晶 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体育明星形象的思考和探讨 体育明星的形象对于社会而言 有着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他们不仅仅是运动员 更是社会的楷模 他们的言行举止 形象塑造 直接关系到社会对体育和运动的认知 而郭晶晶和邓亚赢的合影 给人们带来的冲击 正是对传统体育明星形象的一种颠覆 这也让人们更加意识到 运动员的价值和魅力 不仅仅在于外在的身材 更在于内在的品质和个性 年轻成功者全红产的争议评价 在活动中 郭晶晶对年轻成功者全红产的评价引发了争议 郭晶晶表示羡慕与赞许 然而这一评价却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议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正面的表达 体现了体育明星之间的友好和认可 而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隐晦的比较 对全红产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这一事件也反映了社会对于成功者的评价标准和期待 有时候是多么苛刻 成功者之间的比较和评价很容易引发争议 因为每个人的成就和背后的付出都是不同的 全红产作为年轻的成功者 也许并不希望在成功的同时承受过多的评价和比较 这也提醒我们 在对待成功者时应该更加理性和尊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就和价值 无需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 体育明星形象的多元化 体育明星形象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趋势 过去人们更加关注体育明星的外在形象 但随着社会观念的变革和人们对个体品质的更多关注 体育明星的形象也更加多元化 不再仅仅强调身材高大 外貌俊美 而更加注重运动员的个性 品德和社会责任感 体育明星的形象多元化 不仅仅是对体育界的一种推动 也是对社会观念的一种引领 这种多元化的形象有助于打破社会对于成功者的刻板印象 让人们看到每个体育明星背后的真实个体 这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更加丰富 积极向上的榜样 让他们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身体和未来 总结于展望 郭晶晶和邓亚颖的合影事件 引发了对体育明星形象的深刻思考 邓亚颖展现出的强大气场 给人们带来了启示 即各自挨小的人 同样可以通过自信 坚定的态度展现出强大的气场 而郭晶晶对年轻成功者全红蝉的评价 则反映了社会对成功者的评价标准和期待 提醒我们 在对待成功者时 应该更加理性和尊重 体育明星形象的多元化 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它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固有观念 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运动员这个群体 未来 希望体育明星能够继续担当社会楷模的责任 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形象的塑造 为社会树立更加积极向上的榜样 引领社会走向更加多元化和包容的未来 在辽宁省 寂静的夜晚被一场体育界的风波惊醒 时光来到2023年12月20日凌晨5点40分 我们跳水队的冠军选手全红蝉 在一场比赛中遭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分事情 这不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场涉及背后黑幕的八卦 这一事情的核心问题是 究竟是谁在保护全红蝉的主教练周济红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始于一场充满悬念的比赛 全红蝉的跳水才华在奥运会上闪耀夺目 在这场比赛中 他的分数却低得令人匪夷所思 陈玉希的分数领先17分之多 如同一击中击 让人不解 更让人怀疑整个比赛的公正性 裁判的判罚引发了广泛关注 成为体育界的一大焦点 全红蝉面对这一判罚 露出一丝苦笑 这位优雅的跳水天才 曾在赛场上为地方赢得无数荣耀 如今却被裁判的一指判罚 击中了他失业的底线 他曾是国人心目中的女神 如今却在这场比赛中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引起了众人的痛心 通过最新的2023年5月份数据 我们发现这位裁判 并非第一次涉及压低全红蝉分数的争议 他的历史中充斥着多次对全红蝉的刁难 每一次都如同一记毒针 刺痛着体育爱好者的心 这不禁让人思考 是否有某个不为人知的力量 在默默操控着这一切 让这位裁判屡屡逍遥法外 在这个过往的阴影下 全红蝉显得如此脆弱 他的优雅和实力 在比赛中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而裁判的判罚 却总是毫不留情地落在他身上 这让人不禁怀疑 体育界是否正变的扑朔迷离 是否真的还有所谓的公正可言 而在这场风波的背后 主教练周济红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他是我们跳水队的传奇人物 屡次带领队伍 在国际赛场上赢得荣耀 在这次实情中 他的形象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周济红的一生充满了辉煌 他是我们跳水队的领队 我们奥委会委员 国际永联副领导 这些头衔都让他在国际体育界 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全红蝉的遭遇 使得他的形象暗淡下来 这位传奇领队 在他的领导下 我们跳水队 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竞技状态 但此次事情 让人开始怀疑他的领导水平 是否真的能够保护好 每一位队员的权益 面对全红蝉的压分事情 网络舆论汹涌澎湃 网友们纷纷表示 对裁判的不满 有人质疑裁判的公正性 有人表示 对全红蝉的支持和同情 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各种 关于这场风波的评论 让整个事情更加扑朔迷离 网友纷纷发表观点 有人认为 全红蝉的遭遇 是一种体育界内黑幕的体现 有人对主教练周济鸿的能力 提出质疑 更有人呼吁 对整个体育竞赛制度 进行彻底的变化 这些声音会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让有关部门 不得不对这一事情 进行深入调查 事实是残酷的 裁判的不公正判罚 却有其历史 而主教练周济鸿是否涉及 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们不能将所有责任 都推给一个人 更不能因为一次失误 就抹杀一个人 多年来的辛勤努力 全红蝉的遭遇 让人们开始深刻反思 体育竞技的本质 我们需要更加公正 时尚的竞赛制度 保障每一位运动员 都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中 施展自己的才华 呼吁体育界建立更为严谨的裁判制度 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这不仅关乎全红蝉个人的公正 更关乎整个地方体育事业的声誉 这场跳水风波虽然暂时平息 但它引发的思考和呼吁 将会长久回荡在体育界 全红蝉不再只是一位跳水冠军 它成为了公正的象征 呼唤着体育界更加时尚 公正公平的未来 这场风波或许是痛苦的 但也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反思和整改 我们才能让体育 缓发更为灿烂的光芒 在风波的深处 让我们共同为体育的未来呐喊 让公正成为体育的永恒坐标 全红蝉是否要走上国际舞台 离开地方队去发展 这个话题可不简单 引发了许多讨论和猜测 全红蝉 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的冠军得主 但却备受争议 尤其是在国内赛场的一些不公平待遇 那么 如果他真的选择离开地方队 大家会怎么看待呢 首先 事发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的表现 实至名归的夺冠 让他一时成为焦点人物 然而 他的胜利却引起了一些疑问 尤其是在一些跳水队内部 周继红主任的力挺 让人不禁想探究其中的缘由 在国内赛场 全红蝉曾遭受裁判压分 让人们对比赛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这种不公平待遇 让他备受困扰 甚至有人提议他离开地方队 去国外发展 那么 如果全红蝉真的选择离开 会有多少人会喜欢他呢 或者说 有多少人会对他不待见呢 这其中涉及到对他的认知和态度 在国内 有人觉得他年轻不稳定 对奥运会赛场的表现 持保留态度 而在一些争议中 他夺冠后 周继红主任的表态 似乎流露出一些怨恨 让人不禁思考 他在国内体育体系中的位置 有趣的是 或许正是因为全红蝉的夺冠出乎意料 才引发了一系列的联想 周继红主任之所以力挺全红蝉 或许并非因为他真的看好全红蝉 而更多可能是因为他在一些内部利益上的考虑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 为什么张家祺无援东京奥运会 而陈玉希却有资格参赛 体育圈的复杂性 不仅仅是实力的问题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那么 全红蝉是否会选择离开地方队呢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 他会在国外受到怎样的对待呢 在国内可能存在的争议 是否会延续到国际舞台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在一些网友的提议中 有人认为全红蝉去国外发展 是个不错的选择 国外的竞争更为激烈 也更为公正 或许能够让他在更高层次的赛场上得到认可 而一些不待见全红蝉的人 或许会因为他离开而大白酒席庆祝 认为终于不会再有意外了 这种态度让人不禁思考 国内体育圈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 一个运动员的成绩 是否真的能够被公正评价 总的来说 全红蝉国外发展的话题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体育迷们对他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或者说 更多的是对国内体育制度的质疑 无论全红蝉最终选择和去何从 他的决定都将对他个人 以及我们跳水队产生深远的影响 希望他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 取得更多的成就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赛场上 期待着体育界更加公正和时尚的发展 让每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好了 体育迷们 你们对全红蝉国外发